Hello大家好 我是杨依林 因为上一期我们讲了一下 跳马的评分情况 大家的留言非常的热烈 作为从本的博主 那我们今天就讲讲高地杠吧 那我要讲的呢 就是我们08周期的高地杠 所以有可能是08周期的那个规则 不要跟20周期的对比 请共同参考 2020下一个新周期 它的规则又会有一些变化的时候 我们再去做规则的更新讲解 那我们今天大概讲一下 08年的那套高地杠 我们先来一波回忆杀吧 回忆杀结束 现在进行高地杠的硬核哥普 高地杠它组成主要由地分 地分有几个必须完成的 你可以得到2.5分 一个是上法0.5 下法你就得0.5 还有一个空翻0.5 转体0.5 还有啥来着 连接动作吧 它就有2.5分了 然后再加上你的动作难度 它会从C组 C组0.3 B组0.4这样 一点一点往上平 你的难度动作决定 你这套动作的起平分多少 那上法是什么呢 上法就是 你从垫子上 跳到杠子上的这个动作 你可以做有难度的 也可以做没有难度的 直接蹦踏出去完成这个动作 我可能当时个子有一点高 我就会做那个 面向低杠 助跑 然后撑低杠去抓高杠 我觉得这个动作还是蛮帅的 然后现在规则的变化 对运动员的 横空飞行越来越高 它们更多的是做 腾空 B换高 高换低的动作 飞行类的上下法会比较多 那么转体 转体就是我个人的那个强项之一 那就是 B式转体 B式转体 B式转体就是从扭臂握 然后转一圈变成反握 其实我到现在 我也能分析一处 灵力转体和灵解转体的区别 其中一个灵转就是反握 转一圈变成扭握 还有一个灵转 就是扭臂握 跳成反握 转一圈变成扭臂握 这就是三大转体 但是现在的整体的规则趋势 是不太有转体流的 所以做转体的运动员相对少一些 而且做B式转体的运动员 也非常好些的见不到 因为B式转体它整个 单走继续的时间较长 它是比较危险吧 那空班内就更多了 特别现在整体大流行 它是前空班 前空班就分 并腿前空班和分腿前空班 还有特卡类的 特卡类的就是杠子在这 你做阵浪 在这个地方腾空坐 但是其实你没有翻一圈 前空班是在前面这里摆腿 然后只有一周的旋转去抓杠 然后我们慢慢进阶 会有更多的变化呀 比如说登杠特卡 纸皮特卡 这个延展下来又有点多了 然后最后我们讲一讲下法 下来就是 我当时是换下吧 换的比较多的原因 是我腰伤了08年以后 一开始我学的是指掌周下 后来08年以后 我就腰伤了以后 教练就说改团旋 因为指掌周这样 那个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我就改团旋下 但其实指掌周的运动员 改团旋下的药领不太一样 还是改起来挺难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么扣分细节 那就更多了 讲一下转体的那个位置吧 比如说你 在没有转体到了以后 在这里不用扣分 10度以内扣0.1 如果出了10度以外 那就是点3到点5 然后还是一样的 体操运动员在完成动作的 整个过程中 裁判就是可以一直扣分 你整套动作的流畅性啊 节奏感啊 你的脚筋膝盖啊 质量啊 给裁判能够观感 或者你整套动作的风格 还有落地 落地站稳干净 它所有都有扣分点 下次想让我讲解哪一套高低杠 我们去对比哪一套杠子 去做解说好吗 好我们今天到